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天劳游记 主诸先佛为继功活佛 宫接御旨 本堂主席官登台 盛世今夜宫接著书御旨及无极一旨 命本堂成皇五礼外接驾 命本堂扶神十礼外接驾 其余神人排班后驾 钦差南天御缺主觅洛恩师将 诗曰班兆南来降道场 天劳游记性流长 免期休子之存替 果旧公元返故乡 盛世搬宣御旨 神人俯伏 亲奉 玉皇大天尊玄陵高上帝诏曰 朕居灵霄 通关万众 无时不以苍生为念 自末法时期 虽曰普化 然则五大政教衍生许多宗脉 可以广布福音 却也形成各家休子形成教征 法义混淆 似是而非 许多上上根器之休子 或因一念之物 或因一礼之职 造成傍道口业 枉费数十年苦工修办 虽未至打入地狱苦道 却难免天劳之灾 书为可叹 朕其忍作事 亦不应不教而诛 乃班次著书 则由台江素有通天灵笔之御 并得风赤三草 普渡之谱化道场 亦赤拱横堂 承接此一天命 并聘由济公活佛 为主著先师 命由永比王生 其谋担任主著正丸 提其言曰 天劳游记 为期一年玩书脚指 既有本书之著 减少各家修子归宿 寄遇天劳 以为替免 书成之后 神人论功生傻 亲哉勿呼叩首谢恩 宫皆注印返利 无极麻仙姑将 师曰 代班一纸将中周 喜为佳音解欲求 宝测于资开铸造 母恩书圣愿能仇 圣士 一纸搬宣 神人俯服 亲奉 无极皇母大天尊义指曰 娘以驴叛儿 时已不知时日 虽曰大道普化 犹然天堂行者少 地狱路可多 娘日盼夜望 无不期待诸儿女早日返香面母 今时万法其度 可谓殊胜 然则天堂地狱之间 却又多出天牢 非为苍天不仁 时乃各家修子直见太身 虽有一生尽淫大道真理 且能携伴大道普化 仪式丰功硕果 却败在一字一言 良违可敏 不忍如此精进善会儿女因此 寄予天牢 今日儿堂奉旨铸造如此宝册 身为此心 为免诸仲儿女正视此一问题 严重后果 乃于诸书之初 即班书胜一纸凡利 以资提振诸仲儿女 推广传部此一家训福音 以利各家修子得意解脱 寄予天牢良机 凡能诸印本书一千本 准与萧米一次夜考 此一夜考 可以包含修子之劫难 及非修子之劫难 并准与网上类推 即每一千本萧米一次夜考 二千本萧米二次 凡注印达二万本 则准与注萧一世之夜考 当然包含修子与非修子之劫难 凡在注书期间 注印本书 即可由官卿全权处理专案所求 若有超越主席职权 命各部所思权力配合 再具署会呈无极之便宜形式 凡在注书期间 可以讲解推广 使诸仲儿女明知天牢之用意 替儿免之 准与萧灾祸 增福禄 凡在注书期间 以弃完书搬行 翻印 书力仍在 准由贵堂主席官卿市 注印者所成扣求是 专案处理 萧灾市 解恶难 增福禄 授权官卿便宜行事 若求受者 可准由官卿批办 但须尚成何备 赐此疏力 用在未免诸仲儿女免计天牢 亦灾勿呼 叩首谢恩 南天主宰文恒圣王官将 为天牢游记作序 皆呼 仪式勤修毁于棒道 此乃千古以来修子之汉事 插姓浩天 此名班次著书 当可为以戏天牢之精进修子解开枷锁 早得升天之路 更可为当下修子树立警告碑 勿往天牢之路 更甚于有过者 亦可因此早作忏悔 协助普化儿的见解此枷锁 甚而远离此枷锁 今日大命颁赐于贵堂 当然是贵堂之殊荣 且源于首创台江之义赤道脉 更源于主着正鸾永比 现身鸾门普化萨七载之心智 但是最重要者 仍在贵堂门下护道之心 即各地结缘善众之贡愿护持 时有今日如此天命身必 五铁为难天主宰 实意告慰 但大命当前 却不能轻忽 因为此书千百年代之间 不知可以拯救多少上上根弃之 修子免于天牢 故要因应叮嘱 申愿贵堂神人贡勉 各地善众贡愿护持 虽以游记体财著书 却要以此身隐悦者之趣 乃得书之主旨 发挥淋漓 骗几个阶层 以为勉励及戒慎 既执颁命著书之初 无不嫌坠言 即再为众生惠命设想 是为序 南天主宰文恒圣王关续于台江 当心设议赤拱横堂 泥尔舒 泥尔混 泥尔珊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一赤拱横堂有为新宗弥勒道场 千佛墙 五度母转经轮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一赤拱横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